她是深圳市小有名气的女企业家 刚过儿立之年的她从经营饭店入手 短短几年时间连锁店就开遍了全城 2002年她瞅准时机 跟任合租包下了一个五金商场 每年仅租金收入就达数千万元 2005年手握重金的她 在很多人不解的目光中 却跟一个打工仔结了婚 而在婚后第二年的春天 却传来了她突然被人绑架 并且被警方拘留的消息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进行收听本期的拍摄故事 贫夫夫妻 黄韵梅在广东梅州市农村长大 由于家境贫寒 小时受尽欺凌 心性好强的她案发是 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赚大钱 初中毕业后 她放弃了学业 来到繁华的都市深圳 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淘金梦想 一无知识二无记忆 黄韵梅一开始从保姆做起 有了第一笔积蓄 随后她开启了饭店 靠诚信经营赢得了大量顾客 两年内开启了数间连锁店 2002年她利用手里的人脉 承包了五金广场 短短几年 黄韵梅便积累下了巨额财富 尽管事业天罪人愿 但三十岁的黄韵梅感情生活 却始终是空白的 多年来她一直为积累财富拼搏 根本无暇顾及私生活 更重要的是 她始终把爱情看作一种高尚纯洁的东西 心里对她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寒来熟往 黄韵梅一个人的生活过得自由自在 她原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就将这样平淡无波地度过 但老天爷的亲眼眷顾到了她 让她碰见了她一生牵挂的人 童浩 三十二岁的童浩是黄韵梅的司机 刚结束一段几年的感情 她每日里规规矩矩的开着车不说话 只是闷着头做事 可细心的黄韵梅却发现这个司机不一般 黄韵梅有在车里看文件看杂志的习惯 要出门了就随手一丢 可每次她重新上车的时候 总发现文件杂志整齐的罗在一边 方便她随手拿取 黄韵梅有意无意地向童浩说起饭店经营的事 偶尔也带她出去一同见客户 童浩表现得踏实稳重 很让黄韵梅放心 将近年关 黄韵梅分外忙起来 一次她在车里睡着了 车子驶到了家 疲惫的黄韵梅都没有醒来 童浩静静地停下车 静默了片刻 唤醒了黄韵梅 黄韵梅半梦半醒地上楼开门 按灯可等了很久 屋里还是一片黑暗 她使劲地按着开关 呆呆地看着黑黑的屋子 一阵恐惧袭上心头 她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 此时童浩还没有离去 她听到黄韵梅的叫声 飞般地冲上楼去 一把将站立不停的黄韵梅护在身后 她按览开关 确认开关没问题后 又拿出手机透过光亮 看到屋内一片狼藉 看样子是小偷光顾过了 童浩轻声安慰着黄韵梅 走到总开关前 拉开闸门 灯一下子亮了 温暖的黄光柔和地照在大厅里 抚平了黄韵梅焦躁的情绪 她抬起头 看见童浩关切温柔的目光 心里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原来在每日的相处中 她早就对童浩产生了依赖 而自己还浑然不觉 就这样 黄韵梅和童浩在别人惊讶的目光中 走到了一起 很多人都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这么有钱的富姐 偏偏要找一个司机 2005年5月 黄韵梅和童浩在人们质疑的目光中 幸福地结合了 新婚样的生活很是甜蜜 和很多平常的夫妻一样 黄韵梅和童浩大清早起床 吃早饭 一起去上班 晚上一起回来 只是身边多了一个爱人 平凡的日子就过得有滋有味了 不久 黄韵梅涉足广告夜 每日里忙得死去活来 童浩开始帮忙看酒店的报表 协调一些日常的事物 然而他毕竟不是专业出身 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 黄韵梅又没有时间教他 只指定了一个宋经理来协助他 让一个出出茅庐的小子 爬在自己的头上 更何况他还是打工出身 这位宋经理对这点是耿耿于怀 在业务上对童浩的指点漫不经心 极力拖延童浩上手的机会 时间一长 年轻的童浩实在受不了 宋经理的刁难 忍不住向黄韵梅抱怨起来 黄韵梅并不知道事情的始末 当他向老奸巨华的宋经理询问时 老头子轻而易举的回避了问题 并委婉地表示童浩急于求成 不踏实求教 见妻子对自己这么不信任 童浩心里很是伤心 那些说他靠老婆养着 靠老婆吃饭的流言蜚语 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不愿意继续待在酒店里 受这种窝囊气 觉得大男人总得找个自己的事情做 童浩从朋友那儿得知 有一个煤矿老板承包一个煤矿 需要大笔的资金 如果能跟他合股的话 岂不可以发大财 他向黄韵梅提出借五十万来做生意 黄韵梅听后有些疑惑 他询问起钱的用途 童浩沉默着 两久他抬起头来 相信我老婆 我要用他做些事 我要证明我能用自己的能力 让我们过得更好 从没听童浩说过这么郑重的话 黄韵梅心里激动不已 他二话没说 把能提取五十万元的金卡 给了童浩 不久 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出现了 朋友们开始劝沉浸在喜悦里的黄韵梅 哎呀 你也该管管童浩了 听说他现在频繁出现在高档会所 和不三不四的人勾勾搭搭 挥霍你的钱 一点都不心疼啊 你们才结婚多久啊 他就这样了 他不会就是图你的钱吧 黄韵梅心里咯噔了一下 嘴上说着 别瞎说 童浩不是那种人 心里却不安起来 由于梅矿老板计算错误 资金缺口太大 童浩手边这点钱根本就不够 资金已投进不好抽出 除了继续追加投资外 没有别的选择 满怀心思的童浩 磨磨蹭蹭的开了口 嗯 于梅 我想 再借二十万 很快就还给你 不 不会妥分就 黄玉梅一下子就火了 他不明白童浩 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钱 难道真的像朋友说的 去胡混了 黄云梅终于忍不住大声质问 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听说你最近经常去高档会所 你挥霍时就一点都不心疼吗 童浩窘了 脖子一横 乱讲 谁说我挥霍了 我都办正事去的 正事 五十万 才几天就花光了 菜借给你 还了得 你就这么糟念我的钱 我早就该做混钱财产公正的 黄云梅越想越气 没想到童浩还要继续欺骗自己 你 听到这些话 童浩眼睛一阵发黑 他没想到妻子会这样想自己 你不信任我 那就离婚 我正身出户 你给你的钱去过吧 童浩冷冷的说完 甩门走了出去 黄云梅万万没想到 童浩就这样离家出走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童浩始终没有回来 黄云梅四处打听消息 终于知道他回到老家 住在朋友那 他心里很矛盾 一方面他爱着童浩 一方面却害怕童浩 也是冲着自己的钱 才和自己结婚 他心里的担忧和恐惧 又有谁能理解呢 晚上 黄云梅眼睛无神地盯着屏幕 港片正上演着绑架的无聊剧情 忽然 黄云梅灵机一动 我要是也被绑架了 童浩会来救我吗 他的脑海里闪现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远在家乡的童浩 一直在思索着和黄云梅之间的关系 想起以前两人恩爱的场景 童浩暗暗地自责自己太要面子 伤害了一直痴心爱着他的黄云梅 2007年2月 正当童浩为回去还是不回去 左右徘徊的时候 他突然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 童浩 你老婆在我手上 限你三天内给这个账号打上200万 少一分 你的老婆就没命了 童浩眼前一阵发黑 他怀疑这条短信是假的 于是他拼命打这个电话 不接 再打 竟然关机了 看来事情并没有他想的这么简单 难道黄云梅真的出事了 他来不及收拾东西 发疯似的往回赶 回到家里一看 根本没有黄云梅的影子 他到公司 到亲戚朋友家问 发现黄云梅已经三天没有出现了 这时候 他又收到了类似的短信 赶紧拿钱来换人 若是报警的话 可不要怪我们对你老婆不客气 童浩紧握着手机 心咚咚直跳 毫无疑问 妻子一定被人绑架了 二百万 三天 童浩开始马不停蹄的筹钱 他几乎找遍了所有能找的亲戚朋友家 由于事情突如其来 索要钱款的数目又太大 而童浩又苦于不能说出借钱的原因 所以筹来的钱着实少得可怜 万般无奈之下 童浩来到酒店找财务要钱 财务总监得知童浩要提取一百多万大吃一惊 关于黄云梅和童浩之间关系出了问题 童浩恐怕是因为钱而跟黄总结婚的消息 他可听说了不少 这么想来 钱是万万不能交给童浩的 更何况是这么大的一笔呢 走出酒店大门 童浩心灰意冷 泪如雨下 难道跟妻子就要这样永别了吗 他想到了自己投资的项目 立刻跟煤矿矿主进行联系要求撤资 矿主遗憾地告诉他已经投进去的资金收不回来了 既然收不回那就贱卖 他果断地把手边所有股份都低价转让出去 就这样 两天过去了 他七零八凑搞到一百万 加上已经借到的钱 还差五十万的缺口 童浩几乎要崩溃了 离交赎金的时间越来越近 可还差五十万 他该怎么办 童浩想着妻子的安全 内心焦躁不安 睡不好吃不下 几天下来人整整瘦了五金 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和折磨 更受不了朋友无数次的追问 他吐露了黄韵梅被绑架的实情 亲戚朋友知道了实情后 都骂他好糊涂 那些绑匪得了钱又撕票的事 现在还少吗 童浩终于在亲戚朋友的说服下 找到了警察 2007年2月20日 这是绑匪指定的交款时间 公安人员立刻行动起来 制定了详细的捉纳方案 叮嘱他好好配合 然后赶往绑匪约定的交款地点 城西山下一处废弃的小屋 可奇怪的是 城西的小木屋周围一点警戒都没有 也不见绑匪的踪影 看着越来越焦急的童浩 警察决定把人质抢回 全副武装的民警潜伏到小屋周围 一脚踢开了紧闭的房门 大家的眼睛一下子圆了 里面只有黄韵梅一人 他正写以在长凳上看书 看到疲惫的同号 黄韵梅眼含热泪 扑到他的怀里 警方当即把黄韵梅带回了公安局 经过详细的询问 警方发现 这件性质严重的绑架案 有太多的疑点 黄韵梅是怎样逃脱牢笼的 绑匪又到哪里去了 准备的赎款怎么没被拿走 然而 面对警方提出来的种种问题 黄韵梅却结结巴巴 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警方敏锐地意识到 这起绑架案 也许并不是一起寻常的绑架案 经过详细的调查举证 和长时间的严厉审讯 黄韵梅终于到处了实情 这起所谓的绑架案 是他自己 一手炮制出来的闹剧 所谓绑架 是黄韵梅看着电视剧 编出来的试探 同号真心的工具 他觉得如果同号要是为了自己能够想尽办法去筹这些钱 他肯定就是爱自己的 否则就是为了他的钱 他本以为如果同号带着钱一个人过来 这样就说明了同号的真心 两人便可以旧梦重温 谁知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他的丈夫 还有法律的处罚 2007年8月5日 黄韵梅背叛诈骗罪成立 但鉴于其犯罪未遂 并且情节特殊 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判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一场贫富富期的闹剧 就此落幕 好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白映故事